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是蕭銘青山,蕭老闆 你好 今天是12月20日 2019年都是倒數 接近的交易日都值4、5個 還有兩天都是半走市 是時候要找先生,我幫你回顧一下 2019年你的股壇思見的想法 未來2020年,我們應該如何部署 2019年初,我們只看到中美貿易的矛盾 未曾猜到這些矛盾會在香港 都以貿重形式反映出來 這場社會運動,事前沒有人猜到 但我們年初的時候,有些預期都不算差太遠 第一,至少今年的股市 當然還未結束,不過整體都是升 我們都是看港股會升 沒錯,港股會升 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我相信,七、八個巴仙,應該都會有 希望多一點點 希望多一點點 因為我後期,在社會運動比較激烈的時候 有一次,在中原理財活動中 當著很多主流媒體所說的 我們的同事估計是27,000 對,27,000左右 其實那一刻,我記得 那一刻,大股市是25,000、26,000 我認為應該是28,000 收市是27,800,000,還差了百多點 我認為,近28,000或超過28,000,收市沒有問題 當時,我樂觀一點,還說到28,500 差了500點,又沒有機會 但至少時機上,那一刻都見了底 當時已經是最惡劣的情況 接下來會好一點 這個判斷,也沒有錯 最新的想法,是否也是這樣 最新的想法,我基本上都說 宏觀的大環境,對中國、對香港都是不利的 但微觀的短期,是有兩項有利因素 一個就是,社會運動激烈的程度 會慢慢平淡一點 十二月,我出街吃飯,都已經開始要訂位 我看不到位置 本地消費,已經恢復得很快 另一個就是,中美談判初見成果之後 雙方會進入優戰期 優戰期,很多商人都把握機會做多些生意 市場應該會好一點 經濟增長 有幾個月,是可以有一個復甦反彈的機會 這是相對有利的 但是,都不能消除了中美長期有矛盾 有鬥爭 中國受制約,經濟發展會放緩 這些都是無法改變 都要留一關關注 香港在中國經濟放緩的情況下 亦都必然受到負面影響 所以大環境是不利的 不過,香港股價實在偏低 大落後 我們大落後 我們看見A股 本來第一季,我們就跑贏 不過,我們跟著幾季,就有些強差人意 升與跌,除了說形勢有利或不利之外 還要看股價當時的狀況 你爬上梯,就會跌下來 你躺在底下,怎樣跌? 要刮個洞才可以跌 現在都會放在底下 我們都坐在地上,坐了很久 坐在那裡,很難叫我跌 押下跌的範圍很少 所以我認為,要大跌是有難度的 其他地方升了,有些錢會追落後 這幾個星期,即使港股也有很多追落後 希望明年,可能就是全球的資金 讓我們港股追落後 另外,美國加息的機會都不大 減息未必會立即減大 但沒有機會加息 世界還會是低息的期間 很多便宜的資金 資產市場就不應該太差 近期,美股升了這麼久 都可以創新 原因是,整體的資金狀況也是多 另外,我們年初也有另一個估計 我說,今年的股市應該好過樓市 這個很厲害 我今年也沒有人聽過這個說話 年初阿詩生,你有說過 觀眾可以看我們之前的節目 也有說過 你年初大膽判斷 股市是會跑贏樓市 我看回最新的中原數據 大家都要參考 到這一刻,中原的指數 樓價大約是2-3% 不止 應該還有4-5%的升幅 但我們恆指都是排贏 現在恆指有7-8% 股市今年,略好樓市 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股市的升幅 比樓市的機會更大 原因是,樓市在高位 距離歷史高位,不是差很遠 但是,股市其實 也不算歷史最低位 但是,這幾年 基本上,打橫行 有波幅,沒有升幅 沒錯 我想,大部份的股民 有新同感受 即是,在股市 出出日日,只有一個造字 能夠有少少升幅 都算有些成績 現在大家期望都很低 所以,我認為 2020年 2020年,股市的升幅 會比樓市更大 尤其要買樓 不如買一些地產股 地產信託基金 回報,比直接買樓 靈活性更大 至少沒有那麼多辣椒 左頭左勢 交易成本可能不同 所以,我認為 股市的升幅 會比樓市更好 不過,其中一個很關鍵 都是要看中國的貨幣政策 以及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態度 如果他覺得,香港也要做得很好 水喉沒有那麼緊 我相信,對於大陸先富起來的人來說 我相信他對擁有香港物業的興趣 未必比擁有香港股票差 所以,樓市也不一定是很... 都會從上升來 我看,主趨勢是要做調整 但我說,有些短期因素仍然好 所以,我認為 這段時間,做一些整股 做一些回落 積累一定的力量 在農曆年之後 才有一個小的釋放出來 今年,農曆年比較早 一月就已經是農曆年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 假期情緒 聖誕節 接著是農曆年 節日氣氛 因為之前太過緊張 大家都很緊張 去香港以外旅遊的旅遊 前一輪,出街吃都不想出 交通都不方便 最近,每個人都想趁聖誕節 預訂一個好的食肆 和家人過一節 我相信,反而投資 沒有回復得像消費一樣快 我相信消費市場 靠本地民生市場的機構 應該很快可以恢復狀態 感受了動力,慢慢回來 你有沒有什麼好介紹 新一年 新一年 非常好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C基金的深水股 現在大家想知道 我們在2020年的報處 記得留意 記得去到我們以下的網站 另外,有買過小廣告 在1月12日 施生和我會有一個現場版的股壇事件 也是我們C基金的投資講座 到時,施生會再講多些他的深水 2020年 我們也講一下我們在個別股票上的部署 到時,大家記得多些來擁有參加 在此,施生,我們祝大家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我們2020年再見